好那么这一次的传播力强的Omicron病毒是来势汹汹 各个部落文件站也是正义一带 就便是多数长者都已经是完成了第三剂疫苗施打 但是各项的防疫措施 环境倾效工作都不敢马虎 尽全力来防堵突破性的感染 不论是传统手作的串珠项链 还是现代的绘画艺术疗愈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下 部落文件站仍规划各式各样的课程 让部落长者的疫后新生活仍能精彩不单调 成为晚年生活中心 希望我们每天都可以来这里运动的安全 怎么样很高兴 这次Omicron新冠病毒来势汹汹 各个部落文件站也严正以待 即便到站的长者都符合规定 百分百都打完第三剂疫苗 但各防疫措施 环境倾销等工作都不敢马虎 尽全力来防堵突破性感染发生 目前疫情当然我们就是看中央 怎么宣打我们就怎么做 还有我们人民会主管机关 怎么告诉我们怎么做 那目前就是有两剂以上的 才能够到站 那没有打两剂都能到站 那如果真的疫情严重 我们就会变成在家服务送餐 那我们是尽量能够也推广我们的老人家 就是尽量不要外出 就是我们在部落里面也比较安全 目前瑞士香各部落文件站 遵照防疫规定 除了道站长者打满三剂 且落实量测体温实名制之外 目前多数仍维持道站共学 但不共餐 在降低突破性感染的机会的同时 也能让部落文件站的照护服务更加安全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